云门五集最近搬离住了17年的复兴北路二三一巷 这条巷子从2003年开始就被定名为云门巷 表彰云门的艺术成就与贡献 在搬迁前夕 台北市文化局特别为云门巷树立了一个解说牌 让这里成为台北市很重要的文化地景 云门离开台北 我们把重要的文化历史留了下来 那云门搬去哪里了呢 云门的新家在淡水 今年四月的云门二春痘 就是新家的开幕演出 从1997年开始 在复兴北路231巷的云门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舞蹈 行政人员在这里办公 舞团在巴黎 42岁的云门终于要在淡水新家大团圆 42岁的云门终于在淡水有自己的家 但是这个家是在社会许多人的支持 和鼓励之下来完成的 我们了解这些关爱之后有期待 今天复兴北路办公室清空前往淡水的这个路 事实上是一个去完成社会的期待 这一个路途的一个出发 台北市文化局将2003年制赠云门的 云门上扁额重新表框作为云门班间的贺礼 艺术总监林怀宁说 他会把这份礼物带到淡水做纪念 我们也将实时的到台北来演出 我们仍然跟台北在一起 因为台北到底是这个台湾文化的艺术的特性 从台北我们到全世界 淡水离市中心有点远 4月云门剧场开幕时 将会有云门专属的捷运彩绘列车 在观众去淡水看表演 云门舞集虽然搬离台北市区 但云门上不会消失 解说牌会矗立在台北街头 让往来的民众了解 云门这些年留下的文化足迹